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11讲 那么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我们上一讲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文件管理里面的查看文件和目录的相关命令 包括有PWD打印显示当前公众目录 改变当前公众目录 列出当前目录的文件和子目录 然后LS这个命令非常有用 它有-a-r-f-t-l这样的一些选项 这些选项分别的作用 然后我们file这样的命令 那么本讲我们可以查看文件和目录 那文件和目录怎么来的呢 能不能创建呢 那么我们这一讲就来给大家介绍 创建和删除文件目录 那么创建和删除文件目录 对于一般的文件 我们的创建和删除文件目录有这样的一些命令 首先我们看创建文件的命令 是touch touch后面跟上一个文件名 就创建文件 那么touch这个命令它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进入到我们的无邦图这个系统 登录 登录以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命令窗口 命令窗口 用out这个counter out加f2进入到我们的命令窗口 使用中段2 我们来进行一个操作 好 进来了 f2 好 我们用wg 用户这个用户登录 ok 好 我们让我们当前用户主目录 我们看一下 有这样的一些文件 对吧 好 那如果我们用touch 假设我建立wg.txt touch 给出文件名 我们看一下 ls看一下 你看 它就会怎么样 是不是在当前我的这个用户主目录 当前工作目录下去 建立一个wg.txt 对吧 那我们可以用长格式来看一下这个wg.txt 对吧 是现在建的 现在建的 那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这个是我们什么 是虚拟机上这个设定的这个时间 普通文件 好 那如果 我们现在 再用touch命令.txt 我们看一下 它有什么变化 好 ls 还是只有一个wg.txt 对吧 但是我们看一下 ls-lwg.txt 有什么变化 这两个什么变化 你可以看到 前面这些都一样 但有一个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这个文件 你看它的时间是0106 而这个是0107 对吧 也就是说 touch 后面跟上这个文件名 如果说它不存在的时候 那么它会建立这个文件 如果说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它会怎么样 它不会建立 它是修改这个文件的什么 最后修改的时间 对吧 它会改变这个最后修改的时间 所以说 我们说touch这个命令 文件不存在 再创建一个新的空文件 对吧 如果说存在 那么 则是更新这个文件的修改访问时间 OK 这就是touch 对吧 那创建文件是用touch 那创建目录呢 创建目录我们用的是makedir 然后给出一个目录名 然后它也有相应的选项 常用的选项呢 是-p -p呢 是可以帮我们去建立目录 目录数 就是你建立的目录如果不存在 你建立的目录数里面 如果有目录不存在 它可以帮你建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要在 我当前目录 建立一个 makedir dr1 ls 你看 是不是就有这个目录了 啊 我们可以-l 看一下dr1 有没有 有吧 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dr1 对不对 啊 好 这是makedir 那如果我要makedir什么 比如说make dr1 下面dr2 make 创建目录的时候 是可以用相对路径 和绝对路径的 如果是绝对路径 那么我肯定就要用根目录 home 对吧 用户主目录 下面dr2 对吧 dr2 对吧 这就是绝对路径 OK 那它也会在我那种建立 两个dr1和dr2 对吧 那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创建目录 我们用相对路径 比如说我要在dr2 下面 就让当前目录dr2 下面建立dr3 对吧 这就是相对目录 相对路径 对吧 啊 可以 好 那它也可以建立多个 目录 比如在当前目录下 我们建立dr4 dr5 dr6 它可以一次建立多个目录 也可以 对吧 你看dr1 dr3 dr4 dr5 dr6 都有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它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建立在用户 也可以用这个用户组目录下面 建立game 目录 对吧 也有了 好 那如果我没有目录情况下 我要建立这个目录数 对吧 比如说我要建立dr6 dr7 dr8 你看 这样就不行 就不能这么创建 那必须要加 -p 我-p dr6 啊 dr6 是有了 那我-p dr7 dr8 dr9 对吧 你看就可以 对吧 它就一起帮我们建立了 对不对 啊 一起就帮我们建立了 这就是创建目录 这个命令 它的一个使用 以及它的一个特点 啊 特点 好 这是我们说的 dr 啊 makedr 那么makedr 命令 当然除了-p 这个选项 它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如果你要去查询一下 你就可以用math 对吧 用这个命令 你可以查询它有什么其他选项 对吧 -p 啊 -p 是吧 建立目录数 如果不存在 -z 还有m模式 对吧 版本 谁写的 对吧 如果说你有bug 那么你bug到哪里 对不对 啊 作者权限 还有 say also 还有一些例子 对吧 啊 ok 啊 好了 这个是 我们清一下屏 哈 ok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创建目录 说完了 那我们删除文件呢 删除目录呢 对吧 删除文件 我们用的命令是 rm 给出文件名 啊 它就可以删除 那它常用的两个选项呢 一个是-i 就是 它会 你加了-i呢 它会询问你 是不是删除 如果你没加 它不会询问 对吧 而加-f呢 它不会询问 它直接就强制删除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现在当前 用户组目录下 对吧 有这么一些文件 我要删 rm ml.txt ok 它就删了 你看现在就没有这个文件了 对吧 ml.txt 没有了 那如果我要加一个-i mlr.txt 它就会询问 你是不是删除 是吧 你就yes 确认 这就是询问 对吧 rm-ftxt.txt 它也不会询问 直接就强制给你删了 对吧 不管你 怎么怎么样 对吧 这就是删除文件 啊 删除文件 当然删除文件呢 你也可以一次性 删除多个 啊 删除多个 啊 删除多个文件 啊 比如说 我们删除 比如说 我再建一个 T-U-U-C-H W-J-E.txt T-U-U-C-H W-J-E.txt 对吧 那现在我建了两个文件 对吧 那我想一次性删除 W-J-E.txt W-J-E.txt W-J.txt 你看 是不是一次性 删多个呀 对吧 啊 好 那删目录呢 删目录我们怎么做 删目录 也可以用 我们这个 啊 rm 啊 也可以 那除了rm 还可以用rmdr 这个命令 给出一个目录名 啊 它就删除目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清一下屏啊 那现在我下面建了这么多目录 对吧 如果我要删 我删rmdr drdr1 drdr2 可以删除多个吗 他说dr2 怎么样 不是空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rmdr能不能删 非空目录 不行 他只能删 空目录 比如dr1 是空的 他说dr1 dr1没有 我们要用rmdr 我们要用rmdr 它只能删这种空目录 只能删 那非空目录呢 比如非空目录怎么删呢 非空目录我们要用rmdr来删 比如删dr2 是非空的 对吧 你看就删掉了 然后我们知道dr7 我们可以看一下dr7是有内容的 对吧 它也是非空的 那么我们要删这种非空的 叫rm-r 如果你要询问 dr7 OK 他就会询问 如果你不删 你就no 如果你要删 你就yes 他就会继续询问 你是不是要删dr7 下面dr8 yes 你是不是要删9 如果no OK你看 当我不删9的话 你看dr7会怎么样 也会删不掉 对不对 这就是删 这个非空目录 那如果你要删 这个强制删除 那你也加f 对吧 加-f-r 然后dr7 他就问都不会问 你直接全删了 对吧 OK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这个 空目录和非空目录 非空目录 用rm-r -rs会询问 对吧 rmdr 就是三空目录 这是我们删除文件和删除目录 以及创建文件和创建目录 那么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这些 那么我们重点要掌握的就是这些命令 当然这些命令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你们可以通过我们讲的什么联机帮助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看 比如说 你rm 对吧 你就有-i 看到没有 -r -d -v 都有 对吧 rm 还有什么 那像这个man什么man的我们的rmdr对吧 他也有相应的一些选项 ok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 再见 好 好